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海周和他的妻子每天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加工拓板豆腐 他们做这一行已经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的七早贪黑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老二十年了 后来我的时候被结婚子在家改 祖传的拓板豆腐的制作工艺他们继承了下来 并靠此来维持生计 虽然很辛苦 但是他们总是乐在其中 周海周夫妇每天都是在这样忙碌中迎来第一缕阳光 拓板豆腐是林青的传统名吃 其特点是白嫩细腻香甜 营养丰富便于人体消化吸收 因麦煮总是切好放在一块特制的长方形板子上出售 古城拓板豆腐 周海周的拓板豆腐在林青很受欢迎 每天一大早就会有很多人早早地等待着周海周的出现 周海周也是风雨无阻 于是 在他们之间的内心之中 仿佛形成了一种约会 拓板豆腐只不过是这里众多小吃的一种 在这座古城的角角落落 你都会发现极具当地特色形形色色的小吃 店铺虽然都是不大 但是热气腾腾 人头攒动 瓜打是辽城的传统名吃 创制已清代 迄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现已被收入中国名吃谱艺术 在众多的瓜打中 由于沙镇瓜打作为有名 沙镇瓜打遍布于辽城城里的大街小巷 每逢城城好事 相见几日 大多有摄探者供应 发展较好的都有了自己的门面 搭起了自己的招牌 像沙镇瓜打一样深受群众喜欢的面食 还有惯献的马家羊肉包 林青的徐家煎包 豆家蒸包 林青王家烧卖 武德奎肉饼等 还有外表金黄酥脆程度落地不可食的八皮果子 可以说各有各的风味 各有各的特色 八根皮下去代表激烈 八都是法 在这个老乔摩 民国初期都有这个视频了 这个八皮的性质 一个是熟 二个什么叫 不拟 但是呀 还有这个激烈 这叫八皮 它的配料很复杂 去了这个东南富贵 现在散开 请到背脚都不会 也没用 这些小吃最大特色就是适合早点 于是也在形色匆匆的上班途中 也就有了随处可见的小吃摊 热气腾腾 三五成群 这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清晨独特的风景 林青进京俘乳是林青吉美匠人的传统产品 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据传清乾隆帝乘船沿运河南下 曾在林青凤凰岭下船 地方官员把吉美匠园制作的红俘乳献上 深得赏识 当下猪批红豆腐乳为晋朝贡献 在民国初期 吉美就与北京的六壁居 宝丁的淮茂 锦宁的玉塘齐名 被誉为江北四大匠园 据传说 王志和是林青进京赶考的秀才 从家乡出发时 随身带去的豆腐乳和臭豆腐受到了欢迎 王志和是从林青走出现在 在林青老学市场都挤在 手工制作工艺决定了漫长的生产周期 可以说 生产周期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 好像是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 传统的手艺 传统的口味 我们要发扬下去 关键是一个如何传承的问题 历史的富足 文明的悠久 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远离极美匠园的人们 对极美有着深厚的情节 这种情节在走街串巷的吆喝声中 得到了满足 那走街串巷叫卖臭豆腐的吆喝 被人们亲戚的称为灯下黑 因为太多的人想吃一块林青的豆腐乳臭豆腐 也只有街头的谢欲了 这吆喝声伴随着久违的温暖 这种温暖仿佛是一首深沉的歌 在古城的上空久久回荡 不禁令我们想起贤横酒店的 孔一级老先生的那句名言 多互在不多也 今年54岁的迪德柱 不光做薄荷糖还做药糖 他从12岁起 就一边上学一边跟父亲学做药糖 上世纪80年代 他继承了父亲的制糖作坊 甚是靠药糖 迪德柱平稳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药糖在一代代的传承中 也不断地变化着 从糖的种类到卖糖用的器具 都在不断地改变着 它们都在不断地适应着 现代人生活的需要 但有一点是没有变的 那就是药糖的味道 尤其是他那讲究气口 犹如唱曲 似儿歌一样动听的吆喝声 永远地渲染着林青这座古城 他那穿梯而过的糖车 也成了这个古城永恒的风景 药糖 开阔为人来不买药糖 活着迷那迷感 人杀得过去人蛋 来 春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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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锡铭吃五大郎烧饼 是源于北宋景又年间 史称吹饼 后改为五大郎烧饼 因在《水浒传》金瓶梅两部古典名著中 均有苗树 而名扬四海 一杯零八个芝麻 杀了 一杯淡八酿 和碎乎结合起来 滚刀 那个花边滚刀呢 滚了四八刀 当初乌崇喝了四八万酒 关键是中间是里边的一个舌头 能整个人拿出来 这就是五大郎烧饼的 整容五大郎烧饼 五大郎烧饼金黄酥香 造型美观 诱人食欲 多年来 经过历代厨师们的 不断创新与改进 也就有了今天这种模样 在阳谷 还有一种五大郎吹饼 包装金黄 打开一看 虽薄脆可人 但却和宾馆里的烧饼长得完全不同 烧饼虽然不同 但是都受到了百姓的喜爱 在此时 争论谁的烧饼正宗 仿佛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 我们更应关心的是两者之间如何形成合力 共同打造这个体验 或许过不了多久 我们的五大郎烧饼 真的如同水湖好汉一样 风风火火闯九州了 魏氏勋迹由辽城魏勇派 世创于清嘉庆十五年 持名于道光二十年前后 因当年运河水陆交通便利 得以畅销省内外 当时那个巡据店 这是一个销行的爬起点 由于这个运河超运的形成 这个巡据需要外销 就是採取这种办法 就是创造了维持巡据的指楼办法 把它巡据 把它水分 头水比较实意 这样我可以冤枪 便于卸载 魏氏勋迹色泽力红 水分少 皮缩裂 肉外露 无弹性 药香浓 肉质精韧 香而不腻 嚼后有余香 之时 泡洗蒸透 顺丝丝食 可以存一年左右不变质 堪称上等美瑶和馈赠佳品 魏氏勋迹还有个别名 铁弓鸡 这个名字是著名的学者 老舍先生所起 老舍上青刀去 冲料上带起的馴鸡 他们吃着 便吃便赞美这个馴鸡的味道很好 这关系我问谁也不知道这个馴鸡什么名字 老舍又忧郁了一会儿 感觉这个馴鸡啊 黑里头晃 空里发湿 很像那个 这个铁骨头脑 很像那个 这个警局的保股 一样 所以感觉就叫做铁弓鸡 从此 辽城铁弓鸡开始营扬天下 几十年来 魏氏勋迹远较国内外 很多文人默克也为铁弓鸡 树起了无数的传奇故事 高唐老王寨驴肉远近闻名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因当地人俗称驴为鬼 故称驴肉为鬼子肉 清末时曾出口日本和东南亚国家 也曾作为共饮进宪朝廷 至今在这里流传着 吃驴肉能长寿 喝驴汤保健康的说法 据说在很多年以前 当我买驴子挑着地儿买 挑着地儿买吧 他说有一次 他是夏天买驴肉起来 买了驴肉 他们买井回来 他们把这个驴肉吧 卖不了了 放在一个土坑里 深井里 结果住了好几天以后 他里头凉吧 那时候又一吃 被世界北的 不过港的楼后吃多 李老汉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加工驴肉 后来他琢磨着把驴肉 装进坛子进行销售 然后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老王寨浇汤 罐装驴肉 现在他在村口开了一家小店 每天慕名而来的客人 络绎不绝 在这片土地上 羊骨锅屯炖鸡 身陷范怀梦烧鸽 林青饮隔下盘肉 瑞乡村 太同 董家等等传统的肉食 都是风味独特 深受百姓的喜爱 我们的古城里 每一个小吃也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如果把这些动听的故事串起来 那就是一本好看的故事书 如果把这些可爱的小吃连起来 那就是水城灿烂文化的展示 我们有故事 有文化 可否去搭建一处展示这种文化的平台呢 假如有了这样的平台 那么小吃怎么吃 故事怎么讲 风景怎么看呢 众人进水清城 或许是搭建这个平台 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这个原则下 厚重的文化融入小吃 小吃融进一壶秀水和千年古城 于是 以人为本和谐水城的美丽画卷 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